因為你想想看嘛 在光天化爾白天這樣子 他們唱歌其實是很怪的事情的 非常違反這個人體工學 所有都違反 剛剛騎了一個機車 很爽 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熱 我剛剛真的覺得 我的那個大腿的內側好像有點燙傷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要差一點那個藥膏 好燙耶 超燙的 電影基本上就是 明年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明年不會有這個新的專輯 然後這個我不用講 明年可能不會有新的專輯 不一定很難講 但是明年肯定是要把很多的時間 基本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拍電影的部分 那因為我自己要寫劇本 所以本質跟導演的部分我會來擔任 演技的部分就找專業的演員 這次其實有一首就是這個 上愛唱的歌 那個歌是送給爸爸的 那可是裡面雖然沒有爸爸父親 這兩個字 但其實他也是一種思念 因為 就像我們現在站在西門町 從小這是我常常來的地方 跟我老爸 來看電影啊 然後來吃烤小鳥 真的 烤對不對 烤麻雀 你們都不曉得對不對 算了 下個問題 今天還有小巨蛋的季節 還有小巨蛋 1月11號 會有我的演唱會 那 之前現在已經 已經走了差不多五六個站 對 9月7號是在北京 那1月11號會在台北 那會 會 有很多的驚喜吧 對 因為我這次直接做了很多的嘗試 有主曲 然後有舞蹈 然後 可能 其實還不確定 可能會有嘉賓 對對對 沒錯 現在國內外藝人都非常關注 就是敘利亞內戰的部分 就是化學武器 針對孩子 或是一些平民百富這樣子 您會不會覺得也要 就是加入這個譴責的 我覺得 這方面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有在關注 那我覺得 我沒有特別的站出來 有很多原因 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我自己 其實最近也很少在台灣 那我也有看新聞 有很多的藝人有出席 然後有 有講一些 對於這些化學武器 或者其他的一些污染 這些整個 所謂的社會上面的一些 pollution 都有做很多的一些commentary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部分 我可能會選擇 我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吧 不一定是公開的 對 那你明年要拍電影 那是什麼樣的風格 現在還不能講 現在拍電影 可能都比較複雜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 華語電影太多了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要看明年 整個的一個大環境 可能 現在可能 華人的電影 一年可能就有幾百部 兩三百部 那如果說 同時間有二十部 比如浪漫喜劇 那可能我就不會拍浪漫喜劇了 因為那個東西可能 競爭性太大 對 所以可能要看明年的 整個電影的一個狀態吧 對 選角肯定我會有參與 選角肯定我會有參與 但我相信投資方 一定也會有他們的想法吧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 所謂的電影的事業 是比較龐大 有時候不是一個人可以做主的 對 那會有兩個小孩子來幫你站 太可愛了 你自己私下的小朋友 是有自己的辦法 所以 我應該還是蠻有辦法的 可是剛剛那個 我覺得他 他已經 他已經這個 已經這個 眉毛在忍耐了 因為真的蠻熱的 他又穿那個那個 很可愛的一個 熊貓的衣服 對 然後我剛剛看他 一頭大汗 實在是捨不得 就把他放走了 放下 對對對 好 謝謝